我們來看一下內建在Smart裡面這個三色LED燈 那它本身因為就已經放在裡面,所以你也不用外接什麼線 也不用外接什麼線,就可以馬上用 那稍微留意一下,其實我們三色LED燈呢有兩種 一種是我們剛剛講的,已經內建在Smart上面的小小的 另外其實這裡也有一個,你看到 簡報上面這裡有一個對不對 它就是長得像 讓我 開一點,因為這個東西很多 剛剛在這個地方 顏色裡面的這邊 隨機 你丟過來之後,現在記得層次有改了 我要怎麼樣 重新執勤一下 好,現在這裡打開 按一下,我就按3 一個 有沒有不一樣 每次都不一樣 這樣OK的 所以 三色LED燈我們可以先留作 待會其實可以跟其他元件一起搭配 因為其實我們在生活 裡面有沒有很多電子裝置上面都有那個亮燈 對啊,比如說啊我溫度太高的時候就亮什麼顏色啊 也可以嘛,你可以用顏色去當作判斷啊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行動電源 他不是有一格一格的嗎 或者用不同顏色 如果是 藍色可能就算是 電比較充足 如果變 變綠色 變黃色 變黃色就慢慢沒有電 變紅色就表示要充電了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子 其實去做一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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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 但是 我可以的 我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 其實